而为了鼓励长辈走出家门交朋友 华山基金会间上午在宜兰市民中心 举办了第四届爱老人的运动会 现场大约有220名的长者 一起玩足球去为竞赛 阿公阿嬷好角力完成了闯关的挑战 宜兰市长江聪渊开球 阿公阿嬷接着上场 大脚一踢足球射门得分 一对很快挑战成功 看到我们这么多长辈的笑容 我们非常的高兴 能够把我们全线的一些长辈 集中在我们宜兰市民活动中心 来欢度快乐的一天 这个运动大会非常的有意义 看到这些四大人 像小孩在这里来玩 来欢迎 有他们的笑容 这也是说我们的费 费底下的一个职业 华山基金会第四届爱老人运动会登场 来自各乡镇200多位长者 一起走出家门 齐聚一堂运动玩耍 交到更多好朋友 那因为华山基金会服务的长者 大多是独居 那或者是失能或是失智 那他们比较少有机会可以走出家门 那我们希望借由基金会的力量 结合社区 大家一起把这些没有办法走出门的长辈一起带出来 华山基金会成立于民国88年主要服务对象为弱势长辈 免费提供失衣失能失智老人到宅服务 其中包含关怀访试 原床泡澡 陪衣 护甲 黏结关怀 在宜兰地区目前有852位长辈接受服务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 曾报道 有话有话